你昨天是我买的香酥鸡腿宝吗 15块钱的鸡腿宝是吗 惊讶到舌头打劫的大陆游客不敢相信 花约和台币65元买的鸡腿宝长这样 面包打开别说肉了 一片菜叶都没有 大陆五一长假 游客好不容易挤进休息站买汉堡 结果遇到黑心商家 用空心汉堡坑杀游客 同样五一乱象也发生在南京的海底捞 因为夜宿的大学生太多 需要排很久的队 画面曝光后海底捞解释 因为该门市距离看日出的景点很近 不少学生才会选择用餐后 直接睡在店里 方便隔天看日出 客人确实有相关的需求和困难 海底捞是不能明确地拒绝客人的 大陆疫情管制松绑后第一个五一长假 官方估计出油人次将达到2.4亿 假期第一天铁路发送旅客就超过1950万人次 突破历史记录 不少网友晒出高铁车厢人挤人抓紧把手的画面 有人无奈形容这人多到有上班挤地铁的感觉 各地涌现人潮除了乱象暴增 假期第一天还发生重大死亡车祸 甘肃九泉一辆面包车和货车擦撞后严重毁损 锦销道场救援发现 面包车里竟然挤了17名乘客严重超载 另外在苏州国道上 有驾驶拍下多达44辆轿车爆胎 被迫停在路边等待救援的情况 官方初步调查是因为有货车行驶中掉落大量铁线 才造成后方轿车轮胎接连被刺破 在统诊受到影响的车辆情况后 会对驾驶进行赔偿 TVBS新闻张志明李明珍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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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